宅男女神李玉芬近日代言献上游戏 三日下午于台北经验会馆举办游戏发表会 当天李玉芬以一袭黑色暴如马甲打朝短裙现身 性感指数颇高 而主办方也别出心裁的以大便活人的方式使李玉芬现身 看着又爆炸又燃烧的场面很是吓人 不知娇小的李玉芬会不会有些害怕呢 魅惑魔女 踩踩练学的时候是蛮害怕的 而且有经纪人还能够患难 还不够一直在里面 然后其实是刚开始觉得会太近有危险性 但后来试了几次之后觉得还好 这只是光很亮 所以眼睛要先闭起来 另外谈及新专辑的部分 李玉芬透露自己有苦练舞蹈 被问及有没有向好友罗志祥请教舞技时 李玉芬表示因为最近太忙而没时间联络 而小猪最近是是非不断 李玉芬也带她呼吁网络留言不可信 是非 我觉得网络上就是谣言 其实大家都不用太相信 因为真的有人说一百件 难道一百件都要相信吗 其实都是要看事情去 对就是不用太认真这样 信仰决定一切 有很与望屠在世界 我是神还是魔 由你决定 神魔online 祝我